被警方帶回局裡調查 走在第一個的就是 釀稱這起命案的關鍵人 正姓女居服員 就是因為她的一通電話 造成一名男子無辜亡死 真的不知道會鬧出人命 因為根本不認識對方 原來黃姓死者 只是和親戚一起來吃飯 卻怎麼也沒想到 自己女兒的感情糾紛 竟然會害了對方的侄子 丟了性命 強調對方一進來都沒有說話 直接開槍奪命 手法實在很兇殘 警方調查發現 動手的三名二殺 都是真姓女子的朋友 殺人動機跟她脫不了關係 這女兒和這個死者的阿嬤 對 你說這個牠是 死者的牠是牠的牠 牠牠是牠的牠都死的 家屬接獲二號必須要前往殯儀館 全人身份 監禁相宴過程中 死者姐姐始終保持沉默 或許真的很難接受 弟弟只是去吃頓飯 就因為不認識的人 查牆走火 讓她和弟弟 就此天人永隔 靖新聞秋葉寧 黃一軒採訪報導